大家好,我是小家 今天聊的是糖尔卷 很多人从找工作面试就开始卷了 我第一次去参加面试的时候 和三个人坐在那个面试等待去 他们都很照顾我 东西掉了就帮我卷 我觉得好温暖啊 后来才知道他们把我当成公司的第一道考验 专门测试人性的 但自从入职效果之后 就没有这个环绕 大家都会开我玩笑 那天有个演员给我发微信 他说我们家猫最近腿受伤了 走路好像没有 他说这话不能在台上说 会被网罢 我说你咋知道台下就不会 蛤? 几蛋 他也不怕 我还回了他 我说你这样讲我好难受啊 然后很开心的把聊天记录截图了 我是一个对工作特别卷的人 但最近很想摆烂 因为公司的宣传部门 让我拍一些美好生活的Blog视频 他说要让大家觉得我很阳光 我说怎么我的Blog是天气播报吗? 我是小家今天很阳光 而且要天天拍 天天阳光 今年天气这么热 该不会就是我太阳光了吧 真的 现在效果实行一个OKR考核制度 美好生活就是我的OKR 没有完成要被扣工资 扣完工资还要营造美好生活 怎么营造 我是小家 昨天被扣工资了 我好开心呀 而且很多东西 一到镜头面前就变得特别设计 我单纯起床微笑 生涵尿条就拍了26次 你想想 谁起床会微笑啊 闹钟一响你就笑 多恐怖啊 一般人也不会端着咖啡 在办公室窗户变田 欣赏风景 看什么 另外一栋偶的空调外机吗 他们说全职比肉的脖子 都是这样拍的 我说但凡他们找个班上 你就不能拍一些 我的真实生活吗 一个邋遢的小家 穷困聊到 正在上传一段聊天记录 但是有时候该卷的时候 却没机会卷 虽然我的很多演员同事们 都接到了所谓的商务广告 但我一个都没有 我就去找了领导 领导说你有社会价值 不可衡量的那种 我说那我也想被衡量衡量 上次去录一档节目 然后节目组给其他嘉宾 拍那个喝能量饮料画面 我都惨死了 他们能喝我就不能喝吗 我的人生没有比那一刻 更需要能量 我朋友还安慰我说 但你录节目也挣到钱 我说我不但要挣钱 我还要正能量 其实很多品牌王不敢找我 是怕消费我 但他们不消费我 我拿什么消费啊 我觉得品牌王大可不必有这种顾虑 没有人会因为小家给什么 婚纱女拍做广告 从此就不结婚了吧 大家该去哪拍还去哪拍 拍完该离婚还是会离婚 我至少不会撒谎对吧 短时间内不会 都说我天天阳光啊 为什么不给我个什么太阳能的广告 对吧 地球人类是一家节能减排 靠小家 我其实就是想证明自己有这个能力 我跟公司说我可以不要钱 公司说你都不要钱 那自胜广志他们怎么好意思呀 最后呢 我希望甲方爸爸能够给我一个卷的机会 我平缓努力 性格细腻还不挑剔 如果这都不行 我就 我就躺下给你看 谢谢各位 各位好 我是小家 前阵子我一个电影学院的朋友 让我去拍一部励志片 我是男主角 哇 他讲的是一个体弱都病男孩的成长故事 这个故事的结局呢 是男孩开了个公司 娶了个心爱的姑娘 太励志了 他从来没想过先给自己看病 关键这种剧情 我妈特别爱看 看到人还会说 学学人家 这么严重 还这么坚强 我说我是不够坚强 还是不够严重 他的梦都太可怕了 因为是个年代戏 所以会有个角色来演我的小时候 这个角色呢 是变向全社会升级的 有一天我跟我朋友在一个小房间 看二十多个小孩模仿我的视频 好笑又尴尬 有个小孩甚至是这样的 我说我在这个小孩的阵子里 会不会太严重 我朋友说救他了 我说我爱你啊 这个小孩跟我朝夕相处了半个月 他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学我 我每天看到他逐渐的丧心病狂 他学完我还要我夸他 哥哥你觉得我学你学得怎么样 我恍惚惚有一种 被四岁小孩霸凌的感觉 后来呢 音乐金会有限不拍了 然后我本来还挺难过的 但仔细想一想 最难过的是那个小孩 他模仿我半个月了 他会不会恢复不了呀 我真的我到现在都特别害怕 被当成是弱势群体 我上次在机场正常排队过完节 有个工作人员过来 他说你跟我走 我吓死了 然后把我带到了老幼运产通道 他说去那排 我很生气 因为刚刚明明在那已经快排到了 我前面是一个运户 后面是一个小孩 那个运户还在看我到底哪里有问题 没办法 我只能 他说 他说要不你排我前面吧 但某些时刻你会不会不自觉地 把自己带入到弱势群体这个身份 我上次在上海骑共产单车 被交警拦下来了 然后他说是寄了机动车道 我说我第一次来 他说给你开个罚单吧 我就觉得他看我这样他会同情我 我在等 等他说算了 结果他让我在华单上签字 我就觉得是我表现得不够明显 我签字的时候就开始变得颤颤抖抖 他其实给过我台阶的 他说你来上海是来旅游的 还是来出差的 这时候如果你狗一点 你就说来看病的 但我骨子也诚实说 来旅游的 来旅游 那你有钱吗 这是他给我的第二个台阶 我说没钱怎么利游 我觉得所有群体都不止一种可能性 我跟我朋友说 我特别想演那种 警匪偏离绑架别人的人 他说 怎么绑架 你做的最好的绑架 就是大的绑架 你跟那个人是说 你别动 你再动 我就绑不上了 但是我自己觉得 我自身很强大 我觉得我这辈子 永远不会道德绑架别人 但我也不会被生活所绑架 谢谢各位 谢谢小佳 喜欢他的朋友 不要忘记为小佳投票 各位好 我是小佳 又是新的一点 我居然参加节目收到了很多诗信 但我自己最不喜欢的一条是 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的同时 给你开了一扇窗 你想想门和窗盒一样吗 开都开了 为什么不给我开个后门呢 对吧 普通人走出去是要从门走 我出去要爬窗 而且我爬窗真的方便吗 其实我身体的这种特质 给我带来很多困扰 我前不久去酒吧喝酒 对 我也会喝酒的好吗 那个酒吧有个活动是 加了钱之后可以一直喝 我喝完第一杯想去续杯 那个服务员说 你不能再喝了 我听你声音感觉已经喝多了 太痛了 太痛了 虽然一年里也接受了很多媒体的采访 但我觉得现在媒体很会制造一些舆论的导向 我前不久接受一个记者的采访 他问我 他说你的身体缺陷和你说脱口秀有什么关系 我说我身体缺陷又不是说脱口秀造成了 哎哟 太逗了 难道是不好笑被观众打残的啊 结果那个文章标题出来是 乐观小伙 靠身体缺缺 增上脱口秀大会 这还不是最夸张的 最夸张后面有个略带挑衅的 你可以吗 他太动了 快 站开 你快跟进来 哇 哇 哇 那音太可爱了 好 它开掉了 而且很多媒体采访我的问题都一模一样 我有天实在不耐烦 我就要那个记者问完我第一个问题 我把所有他想知道的都回答给他 我说对对对 我的人生很特别 我还被狗咬过 狗咬我我都不哭的 我超乐观的 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那个记者先是一眼差异 然后露出一丝微笑 他说我大概知道怎么写的 我说该不会是乐观长站小伙上节目 你可以吗 他愣了一下 他说你这个比我好 而且很多问题在媒体的心里他已经有了标准化的回答 但我想更真实一点 那天最后一个问题是说 你参加节目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我说赚到钱 他说你要不要重新回答 我说不用 就是赚到钱 你可以吗 你可以吗 好 虽然很嚣张 但后面文章内容是说 小佳参加节目收获了他一生的财富 我特别理解媒体报导有时候需要上架子 但我觉得他们也可以调侃我 甚至可以这样写我 比如说脱口秀演员小佳有先天的身体缺陷 但实地看感觉是装的 他喝完酒之后剑步如灰 甚至还会唱Rap 他说参加节目最大的收获是赚到钱 语气相当轻蔑 感觉赚的还挺多的 太可爱了 说回来 我真的很感谢这些媒体 因为他们就是为我开窗的人 但是门后面的我 是更加真实有趣的我 我特别期待有一天 我的人设崩塌 我相信更多人会喜欢我 到时候我可以骄傲说一句 你可以吗 谢谢 太厉害了 好棒啊 其实今天我听到其他先不会 听到结构最完整最巧的一篇了 对 而且自己用得又特别的靠谱 然后娜姐玩了命的时候 拍 必须拍 我想说一下 就是我想澄清一下 也没有赚很多钱 这个你澄清没有用 我帮你澄清 确实没有赚很多钱 但是这一言说真的 就是我感觉我做了更多的演出 然后我自己会更加自信 对 然后我确言说 我代表了一些人 今年我想做的是 把自己当成一束光 带着所有像我一样的人 往前走 喝酒那番的时候 就我已经就崩溃了 我觉得就是你是一个特别笑看人生 而且刚才从头到尾 我真的是迷恋你说的每一段 谢谢娜姐 谢谢 对 人生就应该都像你这样 其实最厉害的就是她不煽情 然后已经让你就刚才喝醉酒 那个 然后还有你可以吗 我觉得那个很厉害 谢谢 就简单乐观还有非常高超的喜剧技巧 对 设计的还是非常厉害的 哦 谢谢 谢谢 真的 谢谢 好想向你学习 因为小佳每次演的头两个端子 每次都是 现场的观众还是不太敢笑的 对 然后慢慢的小佳用他的豁达和放松 让大家都放松下来 非常的感谢 我也希望我们可以进化到可以调侃你的地步 完全可以 完全可以 等一会儿天花板升起来的时候可站稳 让我们恭喜小佳获得此灯 成功去剧生上天花板 小佳戴哥爱了 我真喜欢唱今年的段子 他去年段子其实是有一点点成功的 今年就完全没了 他自己把它削解得太好了 因为平时我们很害怕拿痛苦跟折磨 跟灾难开玩笑 但是如果一个灾难一个痛苦 你永远老去畏惧他 你不敢开他玩笑 你拿什么化解呢 脱火脱的力量就是在于 你还有一份能够拿自己开玩笑的勇气 能够让你觉得这些事情 我如果开玩笑好像就没那么疼了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棒的 了不起 大家好 我是小佳 大家看到我讲话这样可能有点奇怪 但大家比较紧张 不会传染的 我刚出生的时候大脑缺氧 不会哭 甚至有点想笑 我第一次上海讲脱口秀 第一排有个观众就听哭了 我说你别哭 我很乐观的 他说我哪里哭了 你就不知道你讲了 一晚上喷了多少口水 所以在座很多见过网络喷子 但你一定没见过我这种实体喷嚷 我现在每次上台啊 台下观众就会 天哪 好心疼 好想抱抱他 给他笑一个吧 我觉得我要是在舞台旁边 放个捐款箱 我可以撑起整个效果的KPI 真的不要这样 其他演员老觉得我比他们好笑 因为他们太普通了 我也不是想展示这种身体残缺 带来的优越感的 我刚出生的时候是长短脚 就走路一瘸一拐 我一直以为这是正常人的体态 就两三岁看到那种双脚走路的人 我都带着一种异样 而又同情的眼神 心里在想 他好可怜啊 竟然双脚都在地上 而且长短脚没办法走直线的凹 经常走着走着就弯了 所以我比在座的多走了十几年的弯路 你知道吗 这种体态很容易爱做 就走在路上遇到学校的小混混也是 那一天差点就被打死了 而且我这人特别敏感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 就是坐公交车 本来有人坐在你旁边 他看到那边有空位 他就挪过去了 我觉得这个人就是在嫌弃我 我又没有做错什么 他凭什么离开我 但是我又不敢说什么 直到那天 我的身边坐有个小学生 他正准备离开 我说 你要去哪 你给我坐下 那个小学生看了我两眼 你混哪个学校的 而且我读书的时候特别容易被老师盯上 我高中班主任有一天找读客叫我出去 他说最近班级纪律有点差 你可不可以把讲话的名字 偷偷偷记下来 然后交给我 反正你长得这么随和善良 没有人会怀疑是你的 我就答应了 找读客结束 班主任当个全班的面说 我今天偷偷安排一个人 记班纪律 你们最好给我小心点 我都惊呆了 大哥你一个早上就喊我一个人出去 我都很想站起来说 老师这个人该不会是我吧 这其实是跟他没有关系的 跟他身体没有关系的一个段子 其实我从来不觉得我有什么缺陷 但小时候大家都在笑我 就跟今天一样 大家都在笑 但我明白了 不好笑才是脱口秀演员最大的缺陷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小家 今天主题是寥寥有病 真正有病的上癌 如果大家看我讲话和走路 这样有点奇怪 我这种病是先天性神经系统疾病 就是别人的病是努力得来的 我得来全部费功夫 我自从做脱口秀开始 收到很多观众的鼓励 我上次演出完有个观众 微博实行我 小家 你好棒 你要给我好好活下去啊 我在想你是看到我哪里活不下去啊 我觉得这些选手吧 分成两种类型 一种是文本型的 一种是表演型的 而我是感动中国心 就我整个成养过程一直被夸正而酿 但我很讨厌这样 你就感觉我这种做什么事情身边都会有掌声和欢呼声 就哇他竟然考了班级第一 哇他竟然会少地 我那天在厕所旁边一个同学 哇我说停 而且我这种病特别容易被人误会 我高中毕业第一份暑假工 是在工厂里打工 长一边所有人都觉得 我是个傻子 只有同车间的一个阿姨特别好 没有这样说 一直到那天下班 阿姨拿着两张一块钱问我 这样家在一起是多少钱 原来在这等我呢 三块 而且我中文拥有很多特殊待遇 就我这样去面试真的比别人省了很多时间 别人面试都会问一些基本技能啊 未来规划 然后轮到我介绍自己的姓名年龄 面试官就会说 好的 你的情况我已经了解了 可以回去等通知了 我在想你都没有我联络方式 你要怎么通知我 夸寻人启示吗 寻人启示小家兰 身高一米五五 天生讲话不太清楚 如果你在路上遇到他 请跟他讲 他面试失败了 包括我学生时代有很多异性朋友 他们的家教很严格 不能早年不能晚归 但只要他们跟他们的妈妈说 我跟小家在一起 他妈妈就会说 好的 那你照顾好他哦 我真的很奇怪 我朋友问了他妈 为什么其他男孩不行 只有小家可以 他妈笑了一下说 他 我放心 他给我一种 只想活下去的感觉 我也明白他妈妈觉得 我不会干什么坏事 但是我干过 我闯过红灯 就因为走路太慢 红灯亮了 我还在半路 大概有多慢呢 就是我想扶老奶奶过马路 老奶奶奶说 不了 不了 还是我扶你吧 而且我跟隔壁班同学吵过架 都还没开始动手 教导主人就赶过来 我正准备解释 教导主人说 你不用说了 然后指着隔壁班同学说 你也太过分了吧 你看你把他打成什么样 伤害性不大 侮辱性极强 我确实有病 但这个世界 好像无时不刻 在提醒我有病 我突然就想跟这个世界说 我们都有病 只不过我的更明显一点 谢谢 拍了 我被他吸引了 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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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 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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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晋级跟淘汰就不是很重要 当然是想晋级啊 对 对 就是觉得把这个秀演好 好吧 恭喜小佳 获得了所有女生人的 开战军进入招待区 我今天其实压抑不是很大 我想把这个秀给他演好就好了 小佳的段子其实特别棒 我觉得特别棒 就是一个人能乐观到什么程度 可以拿自己的身体的缺陷来调侃 对 我觉得这个用心里特别强大 接下来这位 在我们脱口球大会的舞台上 已经脆弱了很多年 他也很适合聊这个话题 让我们有请Rock 人类高跟大男性 大家好 我是Rock 这一期都在讨论病啊 我也就赶紧去了一趟医院 确诊了一下 我抑郁症 当然一些熟悉我的朋友 现在肯定就在想 才确诊啊 对 我这个哀声叹气 也是很久了 对吧 是感觉有点耽误了 我本来也自以为自己就是 气质比较忧郁 然后我确诊的过程也很简单 医生就是直接让我去做题 就是那种测试问表 我这辈子第一次在做题的时候 感觉自己不想得高分 我都知道哪个答案分高 我不敢选 我怕得个满分 直接安排住院 然后那些问题 有的也很吓人 比如他有一个表啊 就问我最近是否经历了以下事件 有父母重病重伤 本人重病重伤 本人破产 本人坐牢 基本上就是人世间所有的悲剧 你知道吗 都在上面了 然后我就一直选否 否 否 否到后边我都有点心虚了 我说我在这儿是不是有点 无病生营了呀 最后我终于看到一个选项 离异 给我高兴坏了 你知道吗 我这辈子第一次这么高兴 看到这两个字 我感觉你就 我离异了 我离异了 宁静老师 我也离了 对 然后护士过来就跟我说 你这个 如果不是一年以内发生的事 不算 所以最后整个表 我写下来 就选了一个搬家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个选项 我就感觉 我也没搬太远呀 就同一个街道 要不我搬回去 然后我在医院的时候 还有一个发现 就是我感觉 来看病的绝大部分都是女性 男的很少 我就觉得好像就是 男人更不愿意承认 自己有情绪问题 好吗 就我们觉得男人好像应该强大 对吧 应该帮助别人 所以现在造成 好像男的有一个毛病 就是在别人不需要帮助的时候 硬帮助人家 对吧 在飞机上 硬要给女的抬行李 其实还没有人家个儿高 有次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是吧 我说 王勉 杨丽够得着 你知道 抑郁给我带来最大的困扰就是 它会让我失去行动力 就有时候就只能躺着 什么都不想做 所以看起来好像就是 我这人很懒 但你知道 懒跟抑郁是有区别的 就懒人他躺着的时候 脸上有笑容 明白吗 所以区分懒跟抑郁很简单 你就跟躺着那人说一句 起来吃饭 懒人蹭就起来了 是吧 满脸笑容 咱吃什么 然后阴影的感觉就像 你的脑海里 住了一个毅力镜 太早了 就我每天一起床 你知道吧 你觉得你的生活有意义吗 我说 你觉得你是个有价值的人吗 然后我说 要不我再睡会儿 真的不管我干什么 他都会在那问 你觉得你做的事有意义吗 你有想过失败的后果吗 我说我就想洗个衣服啊 包括现在 他都在问我 还讲段子呢 你还记得你有一个广告吗 有机生活的倡导者 经典有机奶 你忘了吗 每百毫升 含3.8克原生乳蛋白 你不惊讶吗 其实说实话 我选择聊这个抑郁这个话题 我也犹豫了很久 因为一开始我就发现 很多没有抑郁的人 在装抑郁 而真有抑郁的人 又在装没事 我就觉得这个问题 本身就很有病 所以我就想通过一些段子 让大家重视抑郁这件事 但说实话 我也很害怕 就是害怕看到大家这种 对你这种眼神 你知道吗 害怕自己从此被贴上一个 抑郁的标签 但是我又一想 这一期本来就是要讨论心理问题 对吧 我觉得大家肯定都会聊 自己的心理问题 结果到现在我就发现 好像只有我 真的在聊自己的心理问题 他们这一个个的 就逗逗 那么帅了 还外貌焦虑 我的天哪 我真的受不了 我就觉得 心理健康这个题目 到头来就是只忽悠了我一个人 我在这给你们展示我的脆弱 是吧 我现在觉得我不是抑郁 我就是傻 但是说实话 确诊了之后 我整个人还是放松了很多 就是我开始明白 我脑海里那些负面的东西呢 它不是我 当然也不是毅力镜 它是一种病 所以那天回去 我整个人就 开心了一些 放松了 同事也会问我 我说 你怎么有点开心 我说 因为我有病 谢谢大家我说 这个还挺好的一段 为啥会进不去呢 观众也太怕 谢谢Rock 喜欢Rock的观众朋友 不要忘记为他投票 投票通道关闭 还有最后的三秒钟 三 二 一 请投票 先问一下Rock自己吧 跟这三个新人 你是 是你选的 还是他们选的 怎么回事 徐志胜跟鸟鸟是我选的 但后来小家又反选了我们 对 这个组就突然变得特别的 激烈 特别的残酷 有点激烈 你选这个话题的时候 有没有担心过 观众会觉得太沉重 然后不敢笑 我有担心过 但我没想到这么不敢笑 都是好人 都是好人都来了 因为平时在 也是在线下试过嘛 就是 其实还是获得一些 笑声感觉还是可以的 但是确实没想到 可能在这个舞台上 自己会显得更 更沉重一些 或者 就显得更脆弱 其实我跟你说 我是重度抑郁者 你是抑郁风情吧 抑郁风情 叫什么 你们长得那么的标致 因为其实我从小 就是一个很忧郁的人 然后眼睛里面就透露着 那种成年人的忧郁 成年人的忧郁 所以我从来没有小过 我没有什么 16岁花季的眼神 然后没有什么 就是反正我没有年轻过 我眼神就一直都是 很忧郁的 我小时候也很忧郁 我一忧郁就看 阳光灿岸的日子 真是 对不对 真的吗 女神 真的 我真的 我在没碰见您之前 我一直以为 张曼玉是 世上最好看的女人 碰见您之后 我发现是蔡明 不是 我觉得吴文是 Rak也好 静姐也好 分享了很多自己的 其实很多人不愿意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说出来的事 但我只从他们 两个人身上看 我觉得光光只是说出来 好像已经 感觉两个人状态 就好了一些 但是我个人认为 现在包括Rak 今天说这个话题 我们觉得特别好 因为我爸爸 从来不会觉得 这个东西是个事 他都认为 这是一个嘴巴 就可以解决的 还是补补 你知道吗 你怎么睡饱了 吃好了 还要 一什么孕 你有病啊 然后就是那种 但是我觉得这个年代 越来越对这个东西 看成一件事了 已经是很棒的一件事 但我真的觉得得 如果觉得自己 有不开心 有不舒服了 就赶紧去看 对 Rak已经展开自救了 希望你继续自救下去 好吧 恭喜Rak 获得了两个领校园的 拍灯进入等待期 可能当他讲出来这个事的时候 大家会更多的是心疼他 大家那个时候 甚至是有点不知道 笑还是不笑的 那个状态 Rak那个就太真实 可能从观众接纳的角度来说 有一点太深了 他太超前了 但总接下来这位更丧 这位更丧 我们正好多说两句 这是只是一个娱乐节目 一个喜剧节目 因为确实身边有很多 情绪不好的朋友 像马思春人这种 天天跟我微信 说号称看我们节目 获得了拯救 我们的荣幸 但如果一直看我们节目 获得拯救 我觉得可能不够是吧 对 上班去 挣钱去干嘛 干嘛呢 大家还是要积极地展开自救 展开自救 对 那么我们下面这位演员 上一场一个人 奉献了一个喜剧 罗生门的表演 独特的气质 沮丧的表演风格 让我们掌声有请 鸟鸟 耶 像我这演员特别 她就特别不高兴 但是特别逗 大家好 我是鸟鸟 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词 叫体相障碍 体相障碍是一种认知障碍 通俗地说 就是一个人其实不丑 但是他觉得自己长得丑 我想去医院看一下 我有没有这个毛病 又怕医生说我没有 理发师总是建议我剪一种发型 就是前面一个刘海 两边也剪短 修饰脸型 底层逻辑就是用我的头发 尽可能多地把我的脸盖住 我觉得他还可以再寄近一点 给我剪成真子 我觉得真子可能也只是一个自卑的女生 就这么打扮是她的一种防御手段 用来安慰自己 别人见到我就跑 肯定不是因为我的长相 只是因为我的穿搭风格 从小就知道我长得挺普通的 因为我妈天天跟我说 女儿啊 你得好好学习 女人不能要一头没一头 我后来就只好考上了北大 我是考研进去的 复习期间我怕考不上丢人 就不敢告诉别人我考的是北大 我就只能说我考的是清华 但上北大也并没有改善我的处境 做一个长相普通的女生仍然非常难 就是你好像做什么都不对 你不打扮吧 人家说没有丑女人 只有懒女人 在这句话出现之前 我只是一个单纯的丑女人 你要做什么坏事 人家就说真是相由心生 你要与人为善吧 就会夸你 真是人不可貌相 我要说我觉得自己挺好看的 那你得有点自知之明 我要说我觉得自己不好看 那你得接纳自己 还有大家平时晒的图片 也都太好看了 什么时候能晒一些既彰显个性 又不涉及美丑的东西 比如质温 因为容貌上的自卑 我放弃了很多事情 不要去面试 肯定选不上 不要联系他 肯定没结果 不要抢银行 会被监控拍到 我又不上镜 但长成我这样 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 我经常示弱 撒娇 未经允许就吃男生的冰激凌 但从来没有一个人 说我是绿茶 他就是馋了 上次我去美妆店 店员推荐护手霜 他说你知道吗 手真的很重要 手是女人的第二张脸 我说谁能先救救我的第一张脸 他说女人不能要一头没一头 世界对普通人来说 是很现实的 就是你必须具备功能 才有存在的价值 但美人只需要存在就可以了 你不会见到一个人说 这个花瓶保温吗 我知道美人和普通人 面对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 连死亡都无法消弭这种差距 上世纪八十年代 在我国西部 出土了两具 3800年前的人类遗体 人们把它们命名为 楼兰美女和干尸二号 这事其实是我编的 但你们是不是觉得特别合理 就我觉得我们普通人 平时可能太低调了 就我们总是想 我这样的就不发自拍了吧 这就造成了幸存者偏差 使得网上都是美女的照片 让大家觉得美女才是正常的 我觉得我们也应该 多在朋友圈 发一些原始的自拍 让美女无地自容 我相信只要我们团结起来 勇于展示自己 总有一天 人们都会关闭朋友圈的 谢谢大家 我是能量 厉害 谢谢 谢谢娘娘 喜欢娘娘的观众朋友们 不要忘了为她投票 还有最后三秒倒计时 3 2 1 紧索票 射恐脱口秀 我感觉你一边讲 一边就要缩回去了 紧张吗 紧张 那行吧 她一上来我就跟您说 她特别有意思 对 你已经感受到那劲了 对 刚开始的时候还缓了一下 她这是真的表演风格 娘娘 大家看什么吐槽大会 什么徐志远的稿子 什么都是娘娘写的 预定热搜 预定热搜对不对 徐志远的稿是鸟鸟写的 你是怎么选进这一组的 我是冲着徐志胜去的 因为徐志胜看起来比较快乐 就可以和我这个风格 对冲 对 结果紧接着就来了一个 叫Rock这种 更不快乐的人 您二位演员 是不是从来没有过 这个容貌焦虑这种 他说一遍 那个叫什么病 体相障碍 体相障碍 就是自己不丑 但会觉得自己丑 我觉得 我觉得 学冬肯定是有这个 学冬就是帅啊 对 他肯定有偶像包裹 这问题应该问问他 没有 我小时候也没贴双眼皮 然后也没化妆 然后头发 就是 也 没造型 没造型 但是还是帅的 还是帅 你看看 没办法 撤不住 好 娘娘 我们这个舞台呢 以前只有两个 从库布里克电影里出来的 是 现在又多一个 下次还是衣服 跟他们稍微换一换 好吧 好的 恭喜娘娘 获得了四个影响员的拍灯 请进入总裁区 我觉得 基本上把我想表达的观点 表达出来了 我觉得还是比较满意的 因为我太喜欢文本了 就所以娘娘对我来说 她是一个非常让我很有共鸣的一个女生 希望她走得更远 接下来上场的是本场最后一位 就是刚刚频繁被Q到的天赋一饼 让很多人望而却不 有很难抗拒的 徐志胜 他全都跑不完了 扑面而来 扑面扑面而来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徐志胜 就我没有容貌焦虑 太快了 我头发都这样了 我都不焦虑 你说豆豆 你们焦虑什么 哎呀 但是刚才庞宝老师说 他是色热嘛 其实我是红绿色嘛 我也是在知道庞宝老师是色热之后 我才知道原来我们色盲分为红绿色盲 蓝绿色盲之外 还分为好看的色盲和不好看的色盲 但是我也确实因为得了色盲之后 得到了一些对我长相的肯定 因为每一次我看那个色卡的时候 医生都在那 你好好看 我说这好看就忘了 我还好好看 我也是得了色盲之后 才发现原来大家对一个病人的态度 竟然可以是好奇大于同情 就我是在高中确诊的色盲 就我圈诊色盲之后 我的同学就直接以我为中心 把我围成了一个圈 我当时站在圈中间 看着大家那种期待的眼神 我就感觉自己是一个色盲表演艺术家 而且这个时候还有同学出来 我说紫上来 你看那是什么颜色 你看这是什么颜色 那种感觉就是 哦 你是色盲呀 那我非得给你点颜色瞧瞧 关键说我在那看不到颜色 他们还在那里鼓励我说 至少没事 你再仔细看看 我当时都懵了 我说怎么仔细看看 就是我色盲是因为我太粗心了 而且大家要知道 色盲这是一种病 而且这种病治不好 这是一种绝症啊 绝症 绝症 但这个病真的没有人同情你 还会有人嘲笑你的口音 而且色盲作为高中生物的一个重要知识点 就我的同学后来看我的眼神中 开始充满了对知识的渴望 就他们开始不光关心我 他们开始关心我爸妈 说至少 你是色盲 那你爸妈呢 我说不是啊 哦 那他们的基因型是大A小A啊 他们生你的概率是四分之一啊 而且色盲这个病 对我可能生活造成最大的一个影响 就是我过马路的时候 是分不清红绿灯的 我第一次过马路看到红绿灯 我还特别奇怪 我还去问过我们老师 我说老师啊 为什么红绿灯这么重要的东西 要用两种这么不容易区分的颜色 那老师都懵了 说因为这个就是人类最容易区分的颜色 而且我妈知道我这红绿灯 我就一直给我说 说你过马路的时候呀 一定要别人过的时候你再过 但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问题 我总有自己过的时候吧 每次这个时候我都要在那里等 等一个人来 而且这个时候如果刚好是红灯的话 非常合理 我就在那里等红灯 但如果是绿灯的话 他会发现我也不走 但一旦他从我身边经过 我就会立马跟上去 就这么跟了四五个单身女性之后了 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女生啊 一旦发现我跟上去之后 就会开始不自觉地加快自己的脚步 但是他们加快脚步 在我眼中意味着绿灯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他会超高 应该是第一了 后来我就开始很认真的总结 红绿灯的规律 后来真的让我总结出来 就在我眼中啊 绿灯亮 红灯没那么亮 我就靠这个来过马路 但是很多朋友会特别奇怪 说志胜啊 那你黄灯怎么办 我说黄灯 我本来就认识呀 我就发现啊 我这种色盲 是属于生理性的色盲 就看不清红绿灯 但是现在在这个社会上 有很多精神性色盲 因为他们过马路的时候 也不看红绿灯 他们只看身边有几个人 只要超过三个 红灯唯一的作用 就是为了烘托 一种喜庆的气氛 真的有一次 我给你大妈这样的闯红灯 我说大妈 大妈 这不是红灯吗 哎呀小伙子 你走着走着就绿了 发展到这里给大家 这个要满 不要烦托这个 不要烦托这个 谢谢 谢谢 支持 3 2 1 请死掉 谢谢大家 冠军 你又看到冠军了 冠军 是不是 宁静老师觉得好喜欢 对不对 乐得已经都出了鞭炮事了 咔咔 咔咔咔咔 耳机咬 太好笑了 真太好笑了 你怎么那么好笑啊 因为长得此言差译 真好好笑 我就没有别的词和形容 反正就是太好笑了 你得多说 你得多说 至少 当时是他们三个 都主动选你了 就所有人都是选择我 我就感觉明明 这么荣耀的一个时刻 突然变得有点屈子 我想 那志胜 你的这个头发是自然卷吗 它不是卷的问题 它是拖的问题 它是那种头发 就是从这边要会将来 它不久的将来 可能就从这边 要拉到这边 你有说你是特意的 你就特意为了这个洗剧笑 没有没有 我为了避免说是特意的 我第一期都没有提这个事 我们也不吓 都能看 你不提我们不看嘛 你也还行 感觉怎么样 开心嘛 反正是感觉是 把自己的状态 也提到最高了 冠军 冠军 你俩是谁啊 冠军 徐志胜一共得到了 四个领校园的牌灯 二十票 那我们也来看一下观战间的朋友们 哎 这个行 这个行 先问何广志 我不想看见他 哈哈哈哈哈哈 智胜特别厉害 好像徐人启事啊 哇 那个 应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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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怎么样 呃特别喜欢智胜 我觉得智胜特别特别厉害 然后智胜今年能来比赛我也特别开心 真的假的 因为他来了之后就没有人嘲笑我丑了 哈哈哈哈哈哈 关键 这广志现在老嘲笑我丑了 哈哈哈哈 他还是有这个资格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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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胜的声音就跟他的脸是融为一体 但是何广志好像闭上眼睛 智胜这个人就是和谐 对 他的外貌发型这种喜剧的节奏口音 他讲的事都特别和谐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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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可是何广志你想一想 他你们闭上眼睛认真听一下他的声音 他的声音是一个帅哥的声音 我 是吗 管制你有一个帅哥的声音 呃 确实是 我其实除了脸 我除了脸哪里都挺帅的 除了脸都 杨门比较直接一点 你嫌我什么答案 快 你就直说 你觉得谁和谁被淘汰 我觉得我们首先排出ROCK 太直接了 但是我平心而论的话 小佳和鸟鸟我真的选不出来 我觉得智盛能进 然后那两个真的选不出来 也是我们现场的苦恼 如果是他们三个 最后票都很高 杨门你愿意把你的资格 让给他们三个其中之一吗 我愿意可以这么做吗 可以啊 那不愿意 我干嘛要愿意这个事 行 不折磨大家 请三位回到舞台中央 真是 小佳和鸟鸟肯定要走掉一个 这个 这一组确实有点 这淘汰谁都有点难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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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组确实有点 让我们来看最终的得票情况 小佳真的是很厉害 很有人格魅力的一个人 我觉得大家都感受到了 他能传递给人的一种能量 这个组是非常难的 是大家公认非常非常难的一个组 就没有人看好我已经 就是大家全已经在看我用一种送别的眼神 我最看好的是鸟鸟 因为鸟鸟就是那个我在朋友圈发的 让我笑得流眼泪的人 他们这一组我觉得晋级最大可能的应该还是智盛 因为智盛的现场效果实在是太好了 让我们来看最终的得票情况 哦 195 全场最高 哦 恭喜徐金胜 鸟鸟 晋级 很遗憾 Rock 小佳即将告别我们的舞台 把话筒献给小佳吧 请两位最后跟我们说点什么 我觉得能来这个节目就已经特别棒了吧 就是我从来没料到 因为我只讲了一点 所以就是感觉能来已经很荣幸了 对 然后我也不觉得这是一个结束 这是一个开始吧 就大家 对 就欢迎大家到我们线下 无论是上海或者到厦门都可以看到我 然后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我们的脱口秀 谢谢 厦门 小佳 我还是要说你能来是我们的荣幸 话筒给Rock 哦耶 Rock 哦 就是首先我能跟小佳一起淘汰 我也挺荣幸的 真的 我觉得是 然后可能自己就是 选这个话题确实 有点难吧 自己 嗯 并没有能力可能把这个讲到太好 对 但也挺高兴说这些的 嗯 然后 然后我觉得 这三个新人是这一届最强的三个新人 我非常喜欢这三个人 对 我也挺荣幸的跟他们一起演出 嗯 谢谢Rock 谢谢小佳 明年再见 来 观看 实况下 这是特别好 对 可以休息啊 还在紧张里边 紧张里边同时也有一点儿侥幸吧 我作为最后 我们组的最后一个 其实顶着很大的压力上去的 我在后边也是一直来回的躲补 然后这么多观众喜欢 真的是非常非常开心 就过进下一轮 我都觉得烧高香了 就谢谢观众 就我会好好珍惜这次机会 争取下一轮再狗一下 加油 我们也恭喜至上 上位区娘娘 上位区近期成功 谢谢